在某时和某时出生的人 身工必定和命盘中的迁移工同工 身工与迁移工同工指的是 在身工之外 你们往往比较容易受环境变迁影响 尤其是有职业或居住环境的变迁 而且你们还喜欢旅行 当今时代 享有一番大事业大成就的人 多半是到外面闯天下的 所以身工在迁移工的人 多半在异乡会有惊人成就 关于事业方面 老师还要提个醒 你们要格外注意的一点 就是要提前知道自己的五行生客 要找对方位 选对国家城市 选对行业 这样才能比较有利于事业发展 之前遇到一个台湾新竹的原主 自己研究紫围盘 一知半解 看到自己迁移工 又花露心 觉得自己啊 外出就能大干一番事业 然后打包行李 出国谋生去了 其实他的八字洗活土 在南方或者东南方的城市 就很利于他 其实台湾任何一个城市都适合他 然而他偏偏跑西北方向去了 结果上到我的一条视频 是讲五行和行业的 他就来找我帮忙看看 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财运和身体健康方面的 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我帮他化解之后 就劝他回台湾发展就很好 大概两周前吧 来找我反馈 说自己身体现在恢复了 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熟悉 快跑 4 ята